古人说,命有天定,运有几生,意思是说,命是天生的,是改变不了,但可以通过后天的不懈努力,从而转运,走向更好的人生,由此,我们也明白了,一个人,若生在富贵之家,一时之忧,自然是受上天的倔骨,若生在穷苦之家,也不必让天有云,愁眉不眨。 其实,人或世上,每一场际遇,都是人生最好的安排,不过,因人而异罢了。 当然了,不管命好命坏,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都是在所难免的,只要我们坚持做好以下就五点,相信好运自然来的。 第一,要有好的善行,人指出,性本善,善良,是做人最基本的品质,我们都能感受得到他的存在,但他并不是人人都有的。 可以说,一个善良之人,是低道的好人,他乐于助人,让别人感动温暖,让人敬重,而自古以来,好人终有好报。 正如孟子所说,得道者多助,失道者寡助,虽说人心叵测的,但只要我们真诚对待别人,那么他人也会有所表示的。 人若善良,天必又知,一个品心好的人,厚得在物,天人合一,自然会有福报的。 第二,保持好生气,无人这一生,快满也好,长短也罢,健康,舒心的活着,才是最好的。 正所谓的,健康就是福。 是啊,生活中,这也贵,那也贵,照照镜子,摸摸合包, 说到底还是人的健康最贵,因为,有一天,成功了,一定要有好的身体,才能享受。 因为,有一天,失败了,还得有个好身体,才能东山再起,不可以否认,很多人为了三斗米,也已近日在干活。 但不论如何,在心劳也要顾及劳命。 可以说,一个人,若没有了健康,就等于失去了一切。 即使赚的钱再多,也可能满回健康的。 所以说,健康就是一种责任,可见,一个人,敢对自己健康负责,就是对自己生命负责,就是对家庭的负责。 而保持好一个健康的身体,阳气责旺旺的,自然就转运了。 第三,保持好的情绪。 无人这辈子,活的是心态,困的就是心情,是啊,生活所适合其多,当人感到累了就歇息,困了就睡觉,醒了就微笑,这就是好的态度。 只有心态好了,才有好的情绪,有好的脾气,才能乐观面对人生的风雨,才能一切都好,自然,后运才会照顾你的。 不然,人往往被情绪所控制,容易冲动,一不小心,则伤人伤疾,是很吃亏的。 比如夫妻之间,发生了一些小矛盾,就由着自己的性子,不分青红皂白,争吵不休,甚至相互揭短,删了彼此的感情,这多不好啊。 所以,一个人,不管遇到什么事情,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,再冷静处理事情,这样效果会比较好。 第四,学会说一口好话。 五人云,良言一句三冬暖,恶语上人六月哈,老祖宗们也唱喧话。 或从口出,这是提醒我们百倍,为人处事一定要三思而好行,特别是管好自己的嘴,因为嘴比脑快,说多了就会说多。 所以,走着走着,我们就懂得了,逢人只说三封话,不可全抛一片心。 这就是自保之策。 当然了,说一口好话,既是一门生活艺术,也是人生的一种智慧,一个真正会说话的人,会话味思考,会用心灵清,会察言观色,只要抬了口,话语比较有质量,有分量和有心合力,让别人听起来很舒服。 让别人很容易接受,这样感情深厚,关系融洽,人脉自然就广,正所谓,与人为善,和气生残,好远常在吗? 第五,学会每天努力多一点点,人们常说,越努力,越幸运,我很认合这句话的,也是他为人生的座右铭。 是啊,世事无常,人生如戏,他总是起起伏伏,周而复始,而对于好运的人来说,世事都是如意的,自然也没什么烦恼。 那么,人的好运,从哪里来呢?可以说,好运通常都来自一个人的努力奋斗。 虞丹也说过,一个人幸运的前期,其实是他有能力改变自己,是啊,人只有努力,才能提高自己本领,才能改善生活,才能更多机会得到好运的青睐,不然,就算机遇来了,若不努力抓住气机,幸运就会溜走的。 正所陪跟所说,幸运的时机好比市场上的交易,只要你稍有延误,它就掉下了。 所以,只要我们坚持每天努力多一点点,好远就走近我们多一点点。 明朝引着沉浸如的小窗游记中有一段话,天保我福,无厚武的以赢之,天老五行,无以无心以补之,天恶我欲,无恨武道以通之。 是啊,人生路上,即使亦是命运堪坷和曲折,也要增加自身的品德和修行来面对它。 在此,愿阳光替我深深的祝福,愿月光为我默默的祈祷,祝愿正在看本文的朋友,时来愿转,幸福安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